这是一个名叫天国的异空间 在这里既没有时间的概念 也不会有任何感官的存在 可是我们的宝姐却在这里唱的 喜羊羊与灰太狼溜达了27年 实在忍无可忍的埃莉卡大喊着要她闭嘴 你不要再唱了 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可我们的宝姐却向她勾了勾手指说道 你给我过来啊 埃莉卡被这句话气得当场破坊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我踏马的现在就过去弄死你 但马上她就劝自己说道 埃莉卡呀你一定要冷静啊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冷静啊 随后她就想起了她小的时候 曾在天国里问过她老师的问题 外面的时间真的是不会变的吗 她老师却以极为肯定的语气告诉她 是啊 无论天国里过了多久 外面世界的时间都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即便是一次随意的眨眼 或是一次轻松的呼吸 与天国来说都是永恒的呀 听到此话埃莉卡又继续问道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用天国来对付那些 没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 我们岂不就是无敌的了吗 因为我们可是这里的造物主吧 可她老师听到无敌两个字后 却是笑了笑 随后才说道 你说的没错 在天国里确实没有人 是我们造物主的对手 但这可确实有个前提的呀 那就是我们得是个合格的造物主啊 想到这里 埃莉卡便问向了宝姐 外面的世界难道就没有什么 值得你牵挂的东西吗 就没有那种无论如何 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去做的事吗 宝姐听到此话则是立马回答 当然是有啊 听到了宝姐干脆地回答 埃莉卡叹了口气后又问道 那些牵挂即是你的动力 也是你的束缚呀 可是为什么你在天国里 被困了这么久 也没让我感受到 你一点牵挂的样子呢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吗 这是为什么呀 可是我们的宝姐 却是一边向前走着 一边回答道 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啊 你问的可太复杂了呀 这些我也不清楚呀 但是我只知道一点 我要是想去外面 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的话 那么我就必须得 尽快从这里出去对吧 一听到这话 埃莉卡就立马来了精神 她顺着宝姐的话说道 是啊 要尽快 要尽快呀 得尽快从这里出去 宝姐这时又继续说道 那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脸啊 尽快就是说我不要停下来 要不停地去尝试 而不是去着急 没头绪光想不做对吧 听到宝姐这么说 埃莉卡沉默了两久后 才悠悠地说道 可万一这里真的没有镜头呢 那你该怎么办呢 宝姐闻言回道 我都说了呀 有没有镜头是我走出来的呀 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呀 反正这里也只有一条路 那我就两头都走走试试吗 埃莉卡这时又继续追问道 可是最后你却发现 你只是一直徒劳地在这里行走 最终把生命都耗尽在了这条路上 即便是这样你都无所谓嘛 宝姐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就见她思考了片刻后 不打反问道 你说的是一直走到死吗 那样不也算是走到头了吗 埃莉卡听到这话 便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她已经想不出 如何去反驳宝姐 更是也想不出 该怎么去诱导这个傻姑娘 与此同时 在天国的另外一边 贝斯迪亚已经找不到 任何可以刺激到她的东西了 所以她干脆躺在了地上 想到刚才埃莉卡说 那个小姑娘那边有变故 她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埃莉卡情况如何呀 埃莉卡没有回答贝斯迪亚的话 反而是问道 你是不是早就发现 从这里出去的方法了呀 被问到的贝斯迪亚 却只是冷哼了一声 也同样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埃莉卡见状又接着问道 从这里出去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贝斯迪亚却依旧保持了沉默 仍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埃莉卡见状只好自顾自地说道 你知道当我把敌人和我一起 关进天国时 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 就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的 从平静走向崩溃 不管这个过程多么的漫长 但最后的那一刻都是会到来的 都是值得我去等待的呀 听到这话的贝斯迪亚终于开口说话 她骂道 我可去你个叉叉的吧 这次估计你等不到 把那个小姑娘拖垮 就先把作为那森位同伴的我给整垮了呀 听到同伴二子 埃莉卡甘笑了两声 随后她才开口说道 其实我的心已经动了 我想认输了呀 但是我却又不甘心啊 既然我们是同伴 那么你就再陪我等等吧 万一那个女孩 是一个嘴比较还厉害的虚伪的家伙呢 说完此话后 埃莉卡就没有了动静 她也没再去找过宝姐聊天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 因为天国里没有太阳和月亮 所以也不清楚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 可能是几个小时 也有可能是几天几个月 甚至是几十年 总之对于除了冯宝宝之外的人来说 在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里 似乎每一秒都是永恒的 就比如贝斯迪亚 此时的她正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 在尝试过所有能对自己 产生刺激的行为之后 她彻底躺平 已经实在撑不下去的她 终于再次开口问向了埃莉卡 快告诉我过去了多久了呀 埃莉卡不耐烦地回答 我都不知道告诉过你不知多少次了 我早已经不再计算时间了呀 女爸 埃莉卡的眼里竟突然流出一行青泪 因为她发现宝姐 似乎真的不是在闹着玩呢 这个看起来不大聪明的姑娘的步伐 依旧无比的坚定 这时她在心里将这个消息 默默地告诉给了自己的老师 老师 我们可能等到了 那个天国值得拥有的人了呀 不对 应该说是值得拥有天国的人了 可是我却是对不起你啊老师 更是对不起族中的前辈们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造物主啊 而随着埃莉卡内心信念的沦陷 宝姐脚下的路也开始了崩塌 可即便是这样 我们的宝姐也仍是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 看到这一幕 半跪在地上的埃莉卡缓缓地站起了身 然后就见宝姐刚抬起的角落下的瞬间 走到出口 可此时 我们正扛着那把大刀的宝姐 却是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随口说了句 这不是走到头了吗 然而埃莉卡却没有理会宝姐说的话 她只是提醒了贝斯迪亚一句 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为什么向神术效忠的 更不要忘记你所追求的自由 从天国出去的那一刻才是最危险的 可就在贝斯迪亚听完埃莉卡这番话后 还在猛逼中时 宝姐却已僵守